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章的 例节part4的部分 假设放级有100个元素 图中的数字代表说 各部分各区域的元素的数量 A A连B 差C A连B是 1,2,3,4,5,6,6个区域 但是把C差掉呢 剩下28 7 还有14 OK 加在一起等于54 等于54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 应该是54 后面答案好像给错了 后面他给我答 给我一个什么 给我一个公挂号里面有4 好像很奇怪 之后应该后面给的答案是错了 答案应该是54 第四题 P是字数 而且 是小于15的字数 所以是2,3,5,7,11,13 Q是585的字因数 我们可以除以5等于117 再除以3等于39 再除以3等于13 也就是说他应该是3,5跟13 3,5跟13 PXQ就是把3,5,13去掉 剩下27,11 OK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27,11 正确很好 这个是第五题 跟刚才一样的集合 P是23571113 Q是3 5跟13 接下来这个叫对称差 对称差已经是没有在我们的课程内了 它怎样呢 如果它是P交Q长这个样的话 它是P连Q XP交Q 所以这个是对称差 或者你可以想象成PXQ这边 加上连QXP 但是这个情形比较特殊 因为Q好像是P的自己 所以PXQ在这边 QXP是空级 也就是做到最后 这个P对称差Q 好像跟这个2711一样 所以基本上呢 P对称差Q 就会是等于2711 OK 但是它要求它的N 所以它的N就是有多少个元素在里面 只有三个 然后这次提答应就是3的 就是2711 OK 第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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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自然数 小于20的自然数 A是3的倍数 3,6,9,10,2,10,5,10,8 B是195的之因数 我们看一下它可以除以5 5,3,15,45,95,45 再除以3等于13 所以它应该是3,5跟13 3,5跟13 B是3,5跟13 正确 B差A 就把3去掉 5跟13在这边没有出现 所以就是5跟13罢了 OK 好 那我们要看的是 A跟B的集合 它在A这边呢 A跟B相交的部分是3罢了 但是这边它要你写元素的数量 所以这中间只是写1 B这边呢 去掉了3 应该还有剩2个 这个A这边 1,2,3,4,5,6 6个去掉了1个是剩5个 你还要写放级外面呢 放级外面的话 当然我们知道总共这里是1到19 总共19个元素 5,6,7,8 去掉8个 还有11个在外面 好 所以你是漏掉了这个11 OK 所以大概OK了 只是漏掉这个部分而已 不过看起来是会做的 第七题 重画U图 其实也不用重画 你放大一点 其实就OK了 我们要把P 为什么还要你重画 主要是因为它在问卷上 然后呢 你要在答卷上做 所以它要你重画 在这边 当然你直接在我的图那边 画阴影就够够的 PXR PXR基本上是这两个部分 连Q 连Q就是Q是这四个部分 所以变成了你这个部分 虽然你讲老师 PXR不是把R去掉 我们不 你的这个 圆如你画的这片 比较像什么 比较像是P连Q了之后 直接把整个R给插掉 OK So不太对 不太对 因为我们是PXR了之后 再把Q连在一起 所以这个Q原本吧 就是这一边这两边其实也要 OK So注意那个顺序 顺序很重要 如果我整个 我先做连再做X的话呢 就是像你这样子 但是先做X再做连 就变成了它要不过 这个英明部分是什么呢 P'交Q P'交Q可以啊 这个对 第一 这个选择题答案是Dongki As I said 这个有很多方法啦 你可以用QXP P的余计交Q也行 OK 大概是这样 可以可以 OK 第二题 以致翻Q是123456 我的R是2跟1 我的S是2和4 So你画那个集合就是124 外面就会有356 它要你找A2连S的余计 就是356 3个了 所以答案是3 第二题答案是C 正确 第三题 途中这个阴影部分 我可以怎样表达 A的余计交B 行 这个可以 E3题答案是B 如果你用X的话呢 你可以用B 减A B-A BXA 我是读X啦 OK BXA 第一 第四 这阴影部分呢 你可以用P连Q 整个取余计 第四题 E 可以 第五题 翻级是12345678910 P是246 Q是4567 我们也稍微画一下 怕你想象不了 4跟6是它的交集 P是还有一个2 Q还有一个5跟7 OK 那外面是12345678910 OK 我们先看一下 P的余计 交Q的余计 P的余计是 这一片 还有外面 Q的余计是 2还有外面 那因为香蕉 就只有这个 这五个了 所以是13 13890 答案是C 第五题答案是C 我看一下你的答案 123 578 90 感觉上你好像是 做到P'连Q' 所以常常会搞错 连跟交 这个感觉上就是 连跟交 就是有一个U 一个N 两个倒转起来 所以很容易搞错 OK 第六题 这个阴影部分 P交Q' 这个好像出现了几次了 出现了第三次了 第六题答案是C 不要讲这样多了 所以已经很典型的一个题目 第七题 范奇是12345678 A是2357 B是2458 A'连B' A'连B' P'基本上是A交B B'以外的全部都要 像刚才的这个图这样子 对吧 这个是交 它就是变成了两个的 预期 其实有一个写法的 你两个都有P'对不对 你把P'拉出来 交就变连 基本上它长这个样 像这一边的话呢 我把P'拉出来 连就变交 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我再写一下 就是A连B' A'等于A' 交B' A交B' 等于A' 连B' 所以这一种题目 你可以看到 除了A交B A交B是5跟2 对不对 5跟2以外 你全部都要 所以是134678 当然懂你 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去找A' 找B' 再看它的 连 再看它连 就是134678 134678 当然你的这样的做法也行 也行比较慢 但是也是一个方法 第七题当然是东西 很好 第八题 右图是哪一个区域 如果是我做 我就是CXA连B 这个是比较快的 但是如果这边没有 他用了A连B连C 也可以的 就是整个把A连B给去掉 也行 第八题单是A 也行 也行 OK 其他不用看了 其他也不用 我突然间觉得 为什么有一个子集在这边 子集好像不是Operation OK 好第九题 打一个问号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P是41 Q是44 P连Q是50 我们有公式的 对吗 我们公式是41加44 减50 就会是P交Q 虽然你讲我找P交Q来干嘛 他要是P交Q Prime 我没关系 好 我们先这样子做 41加44等于85 85加50等于35 过后呢 我们再画码 对不对 P交Q在这边35 P是41 41-35等于6 Q是44 44-35等于9 OK 然后呢 P交Q Prime 就是这个6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 你的公式 找到35 我相信他就奇怪 为什么多了一个Prime 我明明用公式找到35 这个Prime是不是 多手点 还是Printing Error 不是Printing Error 他是做法 也的确是先用公式法 先找出他相交的部分 过后你再画幻恩图 然后呢 这边要表达的部分 是在这一个 OK 第九题的答案 应该是A的 A的 第十题 P P连Q 我先勾一下P连Q这一边 然后呢 整个Prime 就会变成358 这一边 原本来 交R 也不需要交R 这一边已经是R的区域了 就可能他要 确保他在R这一边 就是说 其实我们P连Q的外面 是有包括这个区域 但是交R就不包括了 所以应该是358 答案是东西 我看一下你写了 P连Q是176 2 4 9 对 哈喽外面呢 你再写下去就对了了 第十题 答案是东西 第十一题 0 1 2 3 4 5 6 7 8 A是 124 1245 B是 05 056 相交的部分是5 这个不是泛吉 这个是E 这是E 但是好像A跟B 也的确就在E里面 我有点怀疑 我有点怀疑这个E 好像就是 那个帮忙打字的老师不懂 怎样打这个 他就直接把这个符号 写成了E 你看B'是 泛吉差B 好像也合理吧 所以这个 E感觉上是泛吉来的 OK A交B' 当然我们可以用画图的 我比较个人鼓励 画图的做法 他们交集的部分是5 A呢 还有这个124 B呢 还有这个0跟6 0 0 1 2 还有3 4 5 6 还有7 跟8 这个就是泛吉 A交B' A 交B' 好像是124 第11题答案是 Dongki 对 B' 第12题 第12题 阴影的部分是A交B' 顺元我觉得你好像是把交跟联搞错了吧 应该是A连B' A连B取外面 所以答案是E才对 第12题应该是D OK 已经是第二题了 你好像把交跟联搞混乱了 然后呢 这个可能看不太清楚 就是除了这一篇以外 其余的都有 那这个英语部分怎么表示呢 A差B 就的确是空白的这个部分 直接取一个语籍 第13题答案是E正确 第14题 图中哪一个范图图表示 A交B连C' B连C' B连C' 就的确是这个区域还有外面 但是因为跟A相交就只有这一片 所以答案是A 第14题答案是A 很好 可以吧 这一片